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以健康 有一句话叫国富民强 民不强 民不富 国就不富 国就不强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 所以国家是由人民累积起来的一个大团体 若是我们一个人的不平安 国家一定减少福分 社会减少很多的福报 这是不变的真理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为各位讲解 外大门与内大门 它的重要性 我们有如这张图 虽然土壘这些 房子这么深 你们在这边 里面开虎文 这是内大门 外大门 虽然是中文 对它来讲也是浓文 这边呢 内文是农文 在外局里它是虎文 所以这个缺点 就削减了很多的福报 那么我们以这一章 这个案例 一栋房子 深深的 你的文在虎边 这边叫做虎文 虎文是雪光 是劫财 不平安 如果你们这里进来 到进来又有一个门 这是中庭 进来是寇厅 寇厅呢 门也是开虎文 到进来 卧室到后面来也是虎文 这里是虎文 这个是虎文 全部一气虎文 雪光连连 认你怎么样呢 求上帝求神 求佛都无效的啦 我印证了那么多 虎文有一千斤 房子只有四两栋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 那怎么办呢 像这个文 这栋房子 我们在虎边 外大门就错了 你做生意那去进不来 你务必要改到中山来 要改到中山来 这不是猜除了 所以起码 你外面的外缘 外缘 你已经安住外缘了 但是进来 你这边还是一贯的穿过去 白虎穿心 白虎穿心 女人生病 白虎穿心 全家生病 冷清清的家庭气氛 那怎么办 不然还是把里面的门一定要改 不然你用屏风格起来 进来的门没有缓冲的空间 你可以在这里做个屏风起来 这屏风起来 你来出去咯 就转为为安 所以内门 恕家庭的平安 外人 外门 对外的 顺利 吉凶 各互相见 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